我是个社恐男 但总喜欢跟女友说骚话 笨现实 我们定错了酒店 但看到网恋对象 我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要不 我们把房退了吧 许教授似笑非笑地抬了下近况 不是说想试试我的身体是否柔软吗 跟女友网恋两年了 他喜欢我叫他健火 我喜欢他辽薄人心的郁姐音 我们说好 不看颜值 所以打视频的时候 他从来都是伸手分离 刚学了一句骚话想要说给他听 于是手机视频打了过去 他从健身房出来 汗水顺着冷白的马甲线流入隐秘地带 声音要命的温柔 宝宝 怎么了 我恨不得冲进去甩他凉耳光 怎么了 说怎么了 那裤子就不能拉低点了 我依旧一副证人君子的样子 可嘴角比AK还难压 小姐姐 那个 你喜欢我被湿吗 屏幕里 修长白皙的手指握住毛巾 正在擦汗 高耸的山峰随着手上的动作十分显眼 他喘息声粗重 你喜欢被湿 我眨着眼睛 是啊是啊 那如果你觉得那手势不错 这手势不错 我以暗淡的眸光注视着对面的女人 这个贱人在装什么纯洁小白脸 他要是不懂 我代替母猪爬树 逗你呢 既然如此 那我们奔献吧 小猫咪 别说跟女人面积了 我就是半路看见一个女人 都会绕道而行 在我的世界里 女人这种生物堪比洪水猛兽 我只能听性感欲解音 再网上口嗨一下 哪受得了直接跟爸总欲姐见面了 所以一夜失眠 第二天 我眼下清黑去了学校讲座 听说这次请来的教授 是我们学校出去的高材生 本硕博连读 近一米七的身高 身材凹凸有致 活脱脱就是小说里的斯文败类 我面如僵尸盯着讲台 哈哈 是吗 兄弟的话全堵在耳不外 我满脑子都是 该不该去面积呢 听说声音越好听 长得越奇怪 这小见货怎么就不能一直 跟我在电话里结婚生子呢 突然 兄弟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好好叫 好漂亮 好漂亮 老婆 他的大嗓门成功吸引了 台上教授的视线 这次讲座校领导都很重视 几乎所有学院的师生都来了 顿时 众人目光设在闻阵 目光像是警察的赵明灯 如同罪犯 我赶紧把头埋了下去 拽紧了兄弟的衣角 教授的声音柔和迷人 抱歉那同学 我已婚了 但很谢谢你的喜欢 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引出一阵尖叫 随着他自爆婚姻 男大学生们又集体发出惋惜的声音 他的声音怎么 跟许念初有点像啊 我缓缓抬起头 心脏瞬间漏掉一拍 聚光灯下的女人身姿恶魔 五官生得极好 一举一动都透露出 金贵疏离的气质 却又人覆感十足 要不是他已经结婚了 我都要以为 他就是我那网恋多年的眉头女友 原来 声音好听 也可以很漂亮的吗 亮眼的外表 再加上堪比播音员的嗓音 许教授深得人心 大家回答都很积极 那下面这个问题 我随机抽取一位同学回答 听到要抽人 我习惯性的倾斜身子 让前面同学的头把我挡住 心下一横 手上疯狂给网恋女友打字 这周星期六方便吗 姐姐 小狼狗想试试您的身体是否水嫩 一只狗被另一只猫撞的 嘟嘟嘟的表情包 JPG 正等着对方回答 兄弟忽然抱着我慌 快快快 我老婆抽你回答问题了 我回过神来 发现所有人都看着我 教授下台 正踩着恨天高 迈着大肠腿往我这走过来 脸上的笑清俊动人 我下意识地脚趾扣了起来 他走近 我低头的视角一瞥 看到了他干净鼻顶的职业套装 有些紧风 一股好闻的茶香 混杂着淡淡烟味闯入鼻腔 同学 你觉得这三种材料哪一种合适呢 收回视线 我仍旧低着头 心跳声一次次撞击在耳膜上 我张了张嘴 可无论如何嗓子里都发不出声音 很久没跟人的对话了 同学 你在害羞吗 要命 明明这么多人在 但我居然觉得这个已婚女人在挑逗我 场面一度尴尬 笔记本上的纸已经被我扣破了三层 手心里全是汗 老师老师 我知道 幸好我的射牛兄弟帮我回答了 射恐同学 下次大胆一点 感觉到他离开 我才敢缓缓抬起头 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到他精致的侧脸 最好看的是他那双拿着话筒的手 白膝修长 骨节似乎还犯着白玉般的冷光 我松开脚趾 好险 脚缝的泥差点被挤出来 我跟许念初决定面积 为了防止意外 我再次确定了一下酒店和餐厅 轻轻 在哪 周六订的那间房没问题吧 轻轻嘴 我浑身猛的一阵 什么变态 对方迅速撤回消息 不好意思轻轻 刚才打错字了 房间没问题 周六 我提前到了酒店 打算放东西 大二一班 刚从电梯出来的我猛了 心里隐隐觉得不安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路过大三六班的教室时 隐隐哭声传来 我吓了一跳 哭声淒淒 我咽了咽口水 吓得背后出了一层冷汗 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输了好几次密码 才把门打开 妈妈 我这是穿越回高中了吗 黑板 学生客桌 明媚的阳光 温和的风阵阵吹进来 真是 要疯了呀 我跟得了阳巅峰一样 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老板 小哥哥 跟女朋友还满意吗 我们家这种类型的民宿 那可是供不应求的 之前跟你们弄错 这次专门留给你们了 我眼神呆滞 语气轻缓 老板 你这民宿 老板声音得意 是不是唤起了青春时期的 懵懂幻想 你们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吧 害什么羞啊 多来几回就知道其中的快乐 我挂掉电话 浑身都在发抖 终于忍不住大喊出声 刺激 真是太刺激了 老天爷 您太懂我了 单身二十年 一切都是他妈我这个变态英勇的 我真是饿了 愣是没退房 但我刚跟许念初在一起的时候 还不是这么开放的 小学的时候 校园霸凌我的都是女生 所以渐渐的 我对女生变得恐惧了起来 但许念初打破了我对女生的印象 她会在我哭着说看不到妈妈时 为我送上高清照片 会在我深夜被欺识 与我视频亲切问候 会为我呈上最真实的自己 当然 这些都不怎么重要 重要的是她很温柔 很尊重我 叫我自信 鼓励我勇敢 而我能做的就是给她传播社会主义正名的 电话里 许念初的声音依旧该死的迷人 她在停车了 我看了眼身上的护士服 头脑一热 开始犯病 老婆对面沉默了好一回 我继续夹着声音说话 老婆 你怎么不开口呀 你开口呀 好姐姐 我都能想到对面许念初开始起伏的山峰 她说话似乎有些艰难 等我马上来 挂掉电话那一瞬间 我捂住自己的脸 开始在这间屋子里 阴暗爬行尖叫如洞吃墙角啃桌子 刺激 刺激 哎呀 我太变态了 给许念初的礼物已经准备就绪 我把自己裹进被子 好兄弟发来一张照片 昨晚许教授深夜去咱们健身房撸铁呗 他居然还没离开 我点开图片 前凸后翘 配合完美的马甲线 真是美到极致 这身材果然是女人最好的嫁妆 这么漂亮的教授 在健身房居然还有种野性美 食指滑动屏幕 视角往下 完美的马甲线位置有一块淡褐色的印记 在白皙的皮肤上 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但我注意到了 因为许念初的这个部位 就有一块这样的伤疤 那形状那颜色 简直一模一样 声音那么香 还都兴许 他讲座时肯定有自我介绍的 我要是当时认真点 肯定当场就认出来了呀 床上的手机开始震动 我接了起来 声音紧张 温柔的郁姐音从听筒里传来 小奶狗 怎么不给姐姐开门呢 姐姐 是我们平时增加情趣的称谓之一 过分的时候 我叫他欧卡桑 问过分的时候 我叫他烧货 曾经的骚话像是巴掌一样 啪啪啪扇在我脸上 我努力保持声音正常 姐姐 要不我们下次再见面吧 不行 开门 开门我就完了 许念初 你想想 狗跟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生之隔离 话还没说完 门开了 女人纯黑色的长裙 禁欲感十足 高鼻薄唇 气质优雅 酒店老板也把密码发给我了 清烈寒眸 瞥了眼屋里的环境 嘴角似笑非笑地勾了勾 那视线最终落到我的身上 金丝镜框下的眼睛眯了眯 语气自然 我以为你会准备女补妆 如此虎狼之词 竟然从一位教授嘴里吐出来 反差感彻底杀死了我 我躲进被子 抖成筛子 国家是不是发布了什么新指令 专门用他这样的优质女性 来调述我这样的学习蛀虫啊 他看起来就是老师 出来抓学生的那种 一点都没有语音里的烧气 怎么办 是装作不知道 柔声细语 说 怎么才来 我都要下班了 come don't be shy 还是裹着被子 如动到地上 向他唱会 说 教授 我错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再也不枉练 再也不说骚话了 床边陷下去了部分 高级男护士 我有点不舒服 你能帮我看他吗 我牙齿发颤 往墙边蠕动 活我休年假了 你去找医生吧 下一秒 身上的被子被猛地掀开 玉手拽着我起来 额头撞到了柔软的胸部 离得很近 他的声音沉闷 乖乖 穿着这身衣服在教室 你比电话里会玩啊 我浑身气血倒涌 不自觉开始发抖 他把我拉到客桌上 低头 帮我把眼镜取下来 我抬眼 发现那双琥珀色的毛子 紧盯着我的嘴唇不放 暧昧的气息 在空气中缠绕 我攥着他的手臂 怕掉下去 教教授 我订错房间了 下次再来吧 向来高冷金贵的他 玉手掐住我的腰部 我挺喜欢的 你不是说 想试试我的身体是否水嫩吗 我轻哼了一声 手被他领着放在马甲线上 不是说 做梦都想摸吗 隔着衣服 我都能感觉到那里面的肌肉形状 终究是贪婪战胜了羞涩 害怕的心里逐渐退去 我咽了咽口水 尽管穿着白衬衫 她的肤色仍旧明显的冷白 头顶传来一声隐忍的闷哼 够了吗 不够 我严重怀疑你涉嫌虚假宣传 果然视频没有拍出 这个女人身材的真实水平 感觉到头顶上有压迫感传来 我抖了一下 本能的色缩着想要后退 可她却不许 忽然变得强势起来 霸道的气息冲入鼻腔 乖乖叫我 情绪正浓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 几乎快忘记呼吸 你是许念初 微烫的脸颊紧贴我的脚腕 你更喜欢电话里那样叫我 我大脑一阵嗡鸣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既然人父许教授就是许念初 那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小三吗 你结婚了 她顿了顿 回答得从容不迫 顿时 一大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那你在网上 她忘情地亲吻着我的脸颊 你想玩 我才陪你玩的 两年 就是只是玩玩 我双手钻拳 没想到 都下在了国家反诈中心里屁屁 我居然还是被漂亮的女人诈骗了 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 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欺负女同学吗 开门 我是教导主任 许念初嘴角轻扬 不顾我的挣扎 将我摁在课桌上 语气轻挑 刘主任 我在辅导学生 去另外一间教室查课吧 我眼泪趴大掉在课桌上 朝外面喊 主任 许教授潜规则男大学生 我要举报他 外面的人折转回来 语气惊诧 许教授 你这样可不行啊 我现在就去跟校长告状 扣你半个月工资 我满头黑线 神他妈的扣半个月工资 果然是老板为了逼真找人做戏 我差点还信以为真 身上的许念初 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这如沐春风的笑容 让人很难相信 他是个婚内出轨的渣女 这副小表情 是要吃了我吗 尾音上条 拨人心弦 放手 你个渣女 骗子 许念初咬上我的嘴唇 沉声道 没骗你 叶晨 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女人床上惯用话术是吧 我冷眼看他 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长得丑玩得花 即便你离婚 我也不会娶一个渣女了 他别过脸 身体颤抖 但我看见了 许念初明明就在笑 我趁机推开他 打开门跑了出去 一路猪突猛进 以后我们还是别见面了 像是怕自己会防火 我飞快地进了电梯 他是有家庭的人 翻出一段短视频 是在民宿 许念初亲吻我的时候 明显是偷拍的视角 这个男生跟你有点像 突然被放上学校贴吧的 整个学校都传风了 但好可惜 只有这几秒钟 我愣了一下 随即识口否认 室友们七嘴八舌议论开 COS护士 许教授吃得真好 这个民宿有点刺激 不知道有没有法庭主题的 但万一真是哪个男学生 许教授不就是出轨了吗 宿舍里狂风骇浪 我躲了出去 哎哎哎 第二个视频出来了 这男生是我们学校的吧 我之前好像见过 一路走来 所有人都在用一样的目光注视我 像是在看一个小丑 时不时会有几句声音动出来 就是他吧 看不出来啊 我的呼吸开始急促 想把自己缩到没人看得到的角落 头脑里全是小时候 被校园霸凌的场景 刺耳的嘲笑声 谩骂铺天带地 巴掌扇在我脸上 浑身都在疼 那些声音环绕在耳边 不断重处重复 别说了 别说了 我松开堵住耳朵的手时 才看清眼前的人 你没事吧 许念初 我闭了闭眼睛 感觉脚下的地在晃悠 果然是他 还要不要脸呢 可惜了 长得这么好看 学历还这么高 最后被学弟拉下来了 这教授的生涯估计到此为止了 活该 不过我说这哥们挺厉害 教授都被他拿捏了 所有人都拿出手机拍照录视频 我身心一晃 就要往后倒去 许念初拉住我的手 我挣扎开 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叶晨 你怎么了 他想要触碰我 可我记得在酒店里他说的话 他对我 只是玩玩 拍开他的手 我几乎竭尽全力朝他嘶吼 滚开 别碰我 许念初乱了一瞬 那双狭长的毛子充斥着诧异 躺在宿舍 我把自己蒙进被子里 身边的手机一直显示许念初的来点 还装什么 知道你有点涉口 但至于这样吗 哎呀 你说话小心点 人家现在可是许教授的男朋友了 谁家男朋友见不得人呢 不就是小三吗 不过一个下午 自己的世界又恢复了一片灰暗 咬住手臂不让自己发出丁点声音 挂掉许念初电话的时候 发现他微信头像上红点显示99家 叶晨 你回复我一句好不好 我很担心 脸侧一边的枕头一片水字 放在从前 我肯定立马回复过去 关掉手机屏幕 捂住心口 里面疼得让我连呼吸都在颤抖 我突然想回家了 趁着明天是星期六 我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离开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脸苍白 我扯扯嘴角 想让自己笑出来 却发现今天的自己整个人都很乱看 周瑶忽然热情地趴在我肩上 叶晨啊 不知道你在炫耀什么 你跟许教授迟早分手 我女朋友可是刘南 就是教我们法律英语那个 看着吧 他以后不仅要做教授 还要做校长 我脚步一顿 可他儿子都上初中了 你这样不好吧 关你屁事 周瑶推了我一把 我差点没站稳 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室友提枪上阵 叶晨 说话别这么难听 周瑶跟刘老师才是真爱 刘老师家那个老头 都那么老了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不想再听下去 提起行李箱 开了门 许念初身长玉力 旁边站着宿管大爷 我的身体第一时间 做出僵硬的反应 宿管大爷走到那个男生面前 你们刚刚在干嘛 周瑶一贯擅长交集 于是亲切握住大爷的手说 宿管大爷 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大爷抽出手 刚才我们在门外都听见了 我们学校是不允许师生 有这层关系的 周瑶气愤地瞪了我一眼 硬着头皮看向许念初 那他们两个呢 许念初嘴唇清明 整张脸看起来清冷漠然 同学 我只是受邀来你们学校讲座了 言下之意 他并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周瑶气得跺脚 这是男生寝室 女的怎么可以进来 大爷 你还不让他出去 许念初完全不理会他 静止走过来 拿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我侧过身避开他 我往楼下走 宿管大爷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人家老婆进来拿行李 你吼什么吼 他得意洋洋看着我 叶晨在网上也有一个女人 他搞网恋 其他几个室友也跑过来附和 说我在网上网恋了好几十个 他们声音很大 惹得路过的同学纷纷驻足 许念初醋美 他一看有机可乘 继续说 叶晨他呀 从初中开始就网恋了 指不定 早就不干净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次大庭广众之下开口 周瑶妮 事后的话 就像士卡在喉咙里 那里肌肉紧绷 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发出声音 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像是一个大赵子 我置身于恐惧之中 叶晨 别骗许教授了 当着大家的面承认吧 他们知道我害怕在大庭广众下说话 于是愈发肆无忌惮 都已经够炸了 怎么还去炸别人呢 那几十个网恋女友 不会都是被你这样骗到手的吧 几个男生讥笑起来 周围的人不明所以 议论纷纷 无非是说我尚未小三和败露云云 很好 许念初的语气 是我从没听过的冰凉 他信了 算了 那又怎样 他抬头 稳住了我 耳边炸起一群学生的尖叫声 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看这里 身体依旧止不住地发抖 几个室友还想要阴阳几句 却被许念初手机里的录音下扬了 里面周围承认自己做软饭男 几个室友恭维他的声音极其清晰 如果这份音频被送上了校长办公室 或者教育局 不出意外 那个老师会被辞退 周围跟其他几个室友 我们换宿舍 你要我们做什么都行 后来几个室友顶着肿大的大连 跑进宿舍头 三个男生护山耳光的视频 引起关注后 有人不平 要为他们撑腰 几个男生却打死都不说出原因 被许念初拖拽到地下车库 他把我抵在墙上 双臂挟持着我 我送你回家 从包里拿出口罩 却被他一把抢走 腰上被他用力一掐 我双腿瞬间发软 像是有些恼怒 他低声问我 因为上次酒店我说的话吗 我冷声回答 徐教授都已经结婚了 对我 当然只是玩玩 这句话说出口 心里委屈肆意 我忽然明白 我在意的不仅仅是 他已经结婚了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事 他玩弄了我两年 许念初没说话 毛子里闪过一丝落寞 玉手从我的腰脊离开 我喜不喜欢你 你难道感受不到吗 看着他受伤的模样 我居然还会心疼 不知道是弃自己还是弃他 我索性行李箱也不要了 抬脚离开 却在下一秒被扣住 许念初强硬地吻了上来 七夕八道 不容抗拒 夜晨 我从来不是玩玩的 冷色调的金丝矿眼镜 掉落在地上 两久 我开始不再反抗 许念初抱住我 呼吸沉重 我苦笑 许教授 你还没玩腻吗 许念初长得就一副有钱 又让人放心的模样 第一眼看见他 爸妈就展示出了 过年迎接亲戚的状态 家里来了位漂亮的儿媳 爸妈去菜市场买菜 厨房里 许念初切菜手法利落迅速 身上金贵劲丝毫不减 我在旁边蹲着包算 他的声音冰冷 怎么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他是在刚才爸妈误以为 他是我女朋友 我只说他是普通朋友 你觉得呢 我反问 已婚女士 一瞬间 我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的气息更加疏离 头顶上菜刀的声音 咔咔作响 像是要把菜板砍烂 我手里继续包算 猝不及防 被他说的话吓了一跳 夜晨要合葬吗 我咽了咽口水 抬头仰望他 许念初你精神病了 他手上动作不停 却看着我笑 网上说表白要一步到位 所以他这是在跟我表白 我端起垃圾桶 换了个角度 背对着他 按骂了一句 变态 身后许念初的声音 开始不正常 啊 被夜晨这么骂 有点爽啊 我忍不住一脚发痕 踩在他的高跟鞋上 骂得更凶 他骂得死变态 欲解音激情发生 啊 爽 再来一句 我为什么要奖励他 他半蹲下来 温热的指腹 抹扎着我的嘴角 爸妈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们 我妈死死盯着许念初 恨不得把他的头给扭下来 你刚才 刚才 许念初斯文的一笑 巴姨 我都说了 我是夜晨的女友了 这种闺房是被你们听到 真是不好意思 于是 许念初很快被我妈一脚踢了出去 我假装呆愣在原地 心里比被骂变态还要爽 老妈妈妈咧咧地回来了 捂着心口问我 没跟那姑娘谈恋爱吧 天地良心 那种女人 我都看不上 老妈甚是安慰地点点头 没有就好 你要是敢跟他谈恋爱 就是逼着我去吃屎 我连忙扶住老妈妈 这坨屎 儿子一定不会让你吃下去 我先接个电话 没看联系人 我直接眼机手快接通 你之前想买的东西 我买好了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女人在用性感嗓音 说什么虎狼之词 你帮我穿 我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四个字 让我差点为许念初沉腐 老爸去厨房帮忙 客厅里一下子空旷起来 电视里亮剑的李云龙大喊 你他娘的意大利泡呢 给我拉过来 脑子一抽 我开始幻想许念初 穿着性感女服装的场景 可爱的小短裙下面 是完美的身材 她甚至还可能会喊我一句主人 有点 有点吸引人哈 啊 要一起玩吗 透过落地窗 我看见许念初就站在小区里 她不太舒服地松了领口扭口 露出好看的锁骨 可以想到这样一个女人 已经有了家庭 心里就忽然冷了下来 别犯贱 你老公还在家等着你 听筒里 她的声音难过 你果然是忘记了 顿了顿 她像是释然了一般 下来吧 我什么都告诉你 初冬的季节 我裹了件羽绒服出去 许念初长得好看 身材也好 光是站在那里 就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与她比起来 我似乎只是一个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防止被认识的人遇见 我带着她去了 小区后门的一处马路边 帮我点上 修长的手指摊开在我眼前 上面放着一只金属打火机 手指夹着烟 送进嘴里 她一副轻飘的模样看着我 我不知道许念初会抽烟 打火的声音格外大 让我不禁抖了一下 火焰染了上去 里面的烟草星星点点燃起来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她吸了一口 而后吐出一阵烟雾 当然许念初长住我的后脑时候 一把将我拽进怀里 极致疯狂地吻在我的唇上 曾经我觉得跟喜欢的人接吻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小说里都会描写得十分快乐 但现在一想到许念初的 唇吻过其他的男人 他的手也碰过其他男人 我心里满满都是厌恶 就在我准备张嘴咬下去的时候 许念初忽然抱紧了我 与我对调了位置 将我死死抱住 是一个疯子 疯子看着我露出阴侧侧的笑 手上那把锋利的菜刀 一片鲜红血迹 那个疯子刚才要砍的人是我 他帮我挡住了 我浑身发凉 只感觉到许念初 慢慢从我身上滑下去 砰的一声 他的头狠狠砸在花台上 烟红的血从他漆黑的发丝里爬出 我听见许念初微弱的气音 跑 快跑 去死吧 闪着寒光的菜刀再次高高举起 周围有人冲了过来 但他们距离太远了 刀已经再次落下 斜着将我割裂 许念初 许念初 我拼命拍打着他的脸 手上黏黏呼呼全是血 身上的羽绒服被割破 肚子上有丝丝鲜血冒出 可我丝毫感觉不到头 许念初 你醒醒 你别死啊 刚才跑来的几位大哥 已经用电瓶车和棍子 把那个疯子遏制住 期间不知道多少人 想把我拉开 可我怕 怕一离开 许念初就永远不见了 无数孤独的夜晚 是许念初讲着童话故事 陪我入睡的 我抱着他哭得刺心裂肥 许念初 你不准死 听到没 你死了我就再也不喜欢你了 不喜欢你了 他隐约动了动 我连忙起身 继续拍着他的脸 许念初 你不能睡 他闭着眼睛 嘴唇微微张开 叶晨 别打了 我快被你 打死了 救护车还没来 我哑着声音 骂他 你傻逼吗 帮我挡什么 你还有你老公 指不定还有孩子 你去了 他们怎么办 医院里 许念初还在急救室 幸好羽绒服里 我还穿了很多衣服 太高只是切到了身体的表皮 简单处理了一下 我坐在冰凉的医院椅子上 浑身还在发抖 警察说 那个疯子是我们小区的住户 脑子有病 妻子和孩子前不久离开他 他也失去了工作 就计划了今天出来报复社会 耳畔响起急促的皮血声音 是一个身材修长 气质出众的男人 见我坐在外面 他红着眼问我 里面是不是许念初 我呆愣地看着他 点点头 手术室的门开了 带着口罩的医生从里面出来 面色焦急 你们谁是病人的家属 下意识我想说话 但那个男人立马站了起来 我 我是 我死死咬着嘴唇 色索着想要拉开跟他的距离 他就是许念初的丈夫 真帅 他们 应该还有孩子 很快 另外几个穿着正装的男人跑过来 轩哥 许念初现在怎么样 发生什么了 怎么会被人砍 男人似乎都要崩溃了 压抑着哭声摇头 你是谁 其中一个男人注意到我 我心虚低下头 如坐针毡 网络上那些小三被原配方抓扯 撕打的场景 立立在目 我是C大的学生 应该是许姐的学生 语气别太凶了 那个男人缓了缓 你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等他醒过来 似乎察觉到什么 男人警觉地看了我一眼 许念初已经结婚了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趁早打消 说完 几个人都不再看我 许念初就在里面 许念初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门口 我恍惚感觉 自己跟许念初的距离隔着好远 入夜 今晚的风格外大 把窗户吹得发响 我瑟缩着窝在床上 打开微信 夜晨 你回复我一句好不好 我很担心 这是许念初的最后一条消息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鬼使神差 我开始翻看以前的聊天记录 明明都是一些 让人面红耳赤的话语 可我的心口却像是被人扯住 心脏一次又一次地发疼 或许 许念初也爱过我 不然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挡在我面前呢 可我清醒地知道 我跟许念初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 迟疑着 我在聊天框里输入信息 反复多次后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跟许念初说什么了 删除掉他的微信 把他的手机号拉进黑名单 我切断了他能联系上我的一切方式 就当这只是做了一场梦了 那次许念初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吻我后 学校里就传闻我就是许念初老公 我解释却也被认为是想要隐瞒 幸好只剩下半年时间就毕业了 三个月后 学校又安排了一场讲座 我拿着电脑 正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 听见周围男生一阵尖叫 估计又是哪位美女讲师吧 老婆 我老婆 不对 叶晨 你老婆又来了 我浑身都僵住了 盯着电脑的眼睛不敢离开 怕看见那张斯文败类的脸 各位同学 又见面了 熟悉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朝台上望去 他说了很多 多了一分苦涩感 与他视线对上的一瞬间 我连忙低头 我以为自己已经对他不在意了 但现实是 我还是会因为他的一个眼神而心跳加速 掏出降噪耳机 我开始继续写论文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看自己写的东西时 真是一滩狗屎 耳机里的一首歌曲结束 我听到外面话筒的声音 我想请一位同学回答下一个问题 周围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 就那个 接下来的声音被耳机里的音乐代替 兄弟一把扯下耳机 叶晨 你老婆叫你回答问题呢 别胡说 他不是 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我收了电脑 当着失声的面从后门走了出去 过年前一天 我正跟我爸在贴对脸 门响了起来 去开门 估计是你二姨到了 我撇撇嘴 开门的一瞬间 我呆愣在原地 许念初的老公穿着一身黑色风衣 戴着墨镜 站在门口 他优雅地取下墨镜 上下打量我 你就是叶晨 终究还是躲不过原配上门私家 我硬着头皮接话 是 你找我做什么 他一脚踏了进来 站在玄关处 麻烦给我一双拖鞋 谢谢 我有些诧异 近来骂人还这么有礼貌 能配得上许念初的男人果然不一样 从柜子里拿出一双拖鞋 我解释 我跟许念初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 之前 男人唇脚一勾 没关系 这怎么行 他虽然语气平常 但我心里明白 真正强大的男人才会如此镇定 他进来之后 我才发现门口一直盯着我看的许念初 他的目光温柔了很多 不改的还是那一身清冷的气质 你们就是叶晨的爸妈 有什么话冲我来 我拦住他 男人扑斥一声 摸了摸我的头发 真可爱 我又不是吃人的妖怪 别怕哥哥呀 他带着笑绕过我 伯父伯母好 我是许念初的哥哥 今天啊 就是带我们家那个不争气的过来看看你们 哥哥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集中在脑子那一块 不可思议的看着门外的许念初 他 不是你老公吗 许念初微微一笑 老公 我可以进来吗 我们父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是我一手把妹妹拉着大 许文轩说到激动的时候 一把鼻涕一把泪 爸妈已经被 励志男人之左手创业右手养妹的演讲 感动得痛哭流涕 我妈说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把妹妹养成了教授 还创办了上市公司 我妈说 直到现在才生孩子 你为你妹妹付出了太多 许文轩抓住二老的手 是啊 你们可不知道啊 我这妹妹就是我的命根子 他说他这辈子不嫁你们家叶晨 他就去劫渣了 我爸妈顿时愣住 眼泪还没来得及擦 戳了戳许念初的胳膊 我低声问 你说了 他忽然单膝下跪 将一只鸽子弹那么大的钻石 套在我的无名纸上 挺沉 我妈立马把戒指取下来 扔在桌子上 不行 许文轩二话不说 直接把自家妹妹后背的衬衫 一把掀了起来 我跟我爸立马捂住嘴 生怕口水流下来 露出背上那条可不得疤痕 从颈像上斜着往下一直到腰侧 煞事间 我眼前阴云一片 那是 许念初帮我挡住那疯子留下来 我母 你看看 几个月前你们小区的疯子事件 你知道吧 我妹妹帮叶晨挡住了 这种能付出性命的爱情 还不够您答应吗 我妈半上没有开枪 倒是我爸感动得稀里哗啦 忍不住伸出手 抚摸着那一条痕迹 还疼吗 她攥住我的手 握在掌心 不疼了 说得云淡风轻 可我却心中隐隐作痛 我妈长叹一声 一脸无奈看着我 之前说的 不能算数了 我爸猛的一巴掌 抬在我肩膀上 好啊 你们娘俩有秘密了 都不告诉我 冬天夜晚冷风吹在身上 可我却觉得浑身冷乎乎的 对了 那天下午你本来打算告诉我什么 许念初愣了一下 微微抬头 问我我就告诉你 自从误会解开后 许念初就越发暴露本性 有时候 就差最后一步 要不是我的自控能力还不错 早就被吃掉了 我捂住他的唇 那你总要跟我解释一下 你朋友那天跟我说你已婚的事情吧 许念初好看的毛子满是笑语 舔了我的手心 触电般的感受让我一下子松开手 红着脸骂了句 变态 最喜欢老公这么叫我 我羞愤地看着他 他又靠近了血 吐气如蓝 老公 亲亲 要命 要我老命了 谁能拒绝一个平时义正词严的教授 这么跟自己说话 我倾听点水般地吻了上去 感觉到胸腔的心脏在跳迪斯科 我抱住他 闷闷道 你说吧 许念初用额头蹭着我的脸颊 你知道的 我很受男生欢迎 所以对外宣称已婚 那你干嘛不早解释 他语气冷下去了不少 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 你忘了 什么时候 许念初从衣服里拿出手机 播放电话录音 许念初 我 我喜欢你 你今天必须嫁给我 你要跟我结婚 对 我要跟你这个无头美女结婚 一胎生他妈一万个猴子 之后我说的话更是不堪弱了 气起来了吗 许念初礼貌地笑看得我心里发出 依稀记得之前六级没过 在家里喝酒给许念初打了次电话 可我喝酒断片 根本就记不得自己说了这些骚死人的话 许念初神色既然 我爸欠了我妈五年的婚礼 结婚那天 出了车祸 一辆大货车从他们身上撵过去 许念初声音颤抖 我抱住他 抱歉夜沉 泪水滑落进我的衣服 许念初像是小孩一样哭得浑身颤抖 原来是他一直在赌气 气我忘记了曾经说过 那么重要的话 洞房花竹叶 将镜框丢到一旁 我将许念初抱起 甩到床上 俯身下来 一息即起 上次这么紧张 还是在他戳我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摸索着 与我食指相扣 许念初用鼻尖蹭着我 乖 心房隔音很好 要不要试一试 我浑身紧绷 要不 你先去洗个澡 我做一下心理建设 许念初撑起双臂 犹豫着打量我 他突然捧住我的脸 用力亲了一口 恳求 姐姐 他眼底染上情绪 起身单手脱下衣服 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隔着玻璃 我都能看到他完美的身材 吸溜了口哈喇子 我兴致勃勃 开始拿出作案工具 浴室开门 美女您好 请问需要被骂服务吗 半天都没人说话 许念初只随意裹了浴袍 修长白皙的腿若隐若现 美女 哎哎 许念初 他直接把我推到了床上 害怕掉下去 我死死拦住他的脖梗 忽然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让我能感受到 浴袍下他全身的热气 他用额头轻易地蹭着我的脸颊 夜晨 你不是射恐吗 我善善笑道 跟自己女人玩这一套干嘛呀 肯定是要真诚交流 让最原始的本性爆发呀 他亲了亲我的嘴角 笑得不怀好意 这是你说的 我以迅雷不及眼耳道灵之势 将项链系在他白皙的脖子上 恶趣味地摸了摸 悦耳的银铃声响起来 靠 一股子名为变态的 体异情绪烧到了我的心口 我不怕死地继续操持自己的老本号 快 叫我 他有力地手臂微微弯曲 开个玩笑 他不会生气了吧 下一刻 我只觉得嘴唇上湿滑一片 明明 许念初垂眸 声音低沉地让我发颠 主人需要我做什么 我气血蹭蹭上远 快要从我的颅骨内迸发出来 许念初外形优雅斯文 说出这句话的攻击力 简直就是百分之一千 来人 救救我 不 这都是爱说骚话的我 应得的 不用救了 白皙的脖子下一片大好景色 沐浴露的香味闯入我的鼻腔 被窝里 我顺手将它抱住 猥琐地摸了把他的大胸肌好软 我嘴角都要咧到耳后跟了 则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一个没用的东西 说完 我用力朝他身上一面 不出意外 许念初浑身一颤 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头 他像是在极力营远 废物也肯定能为您做点什么 变态 太变态了 我激动地差点晕过去 换上一副冰冷的面孔 许念初 也能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瞬间怂了 握住他的手 媚眼如丝 许教授讨厌了 一起来做我爱做的事情吧 他俯身下来 铃铛发出响声 语文没学好 姐姐教你断绝 下一秒 我掏出手机 义正言辞 今晚 我们就来玩手机吧 他肯咬着我的耳垂 不玩他 我撇嘴 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 他无奈 我兴奋地想从他身下钻出来 却被他按了回去 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他居然把微信名字改成了手机吧 接着 他把手机一扔 开始扯下我的白色围裙 不是喜欢玩手机吗 哎呀 屋内的灯光灭了又亮 许教授 你就不知道心疼我吗 乖 电话里你不是很会说吗 继续 傍晚 我回顾了自己对许念初说的所有好话 不错 很不错 我能说 他能实践 理论与实践结合 我们的后代势必十分强大